一连下了好几天 这天早上天晴了 兔妈妈要出门去 小白兔嚷起来 妈妈妈妈我也要去 兔妈妈说 好孩子 妈妈有事 你不能跟着去 兔妈妈在门外的空地上 给小白兔堆了一个雪孩子 小白兔有了小伙伴 就不跟妈妈去了 小白兔跳舞给雪孩子看 唱歌给雪孩子听 她玩累了 就回家去睡午觉 木子里真冷 赶快往火堆里添把柴吧 小白兔添了柴 把火烧得旺旺的 屋子里渐渐暖和了 她躺在床上 闭上眼睛 一会儿就睡着了 火越烧越旺 火把旁边的柴堆烧着了 小白兔睡得正香 她一点也不知道 不好了 小白兔家着火了 雪孩子 看见从小白兔家窗户 冒出黑烟 窜出火星 她一边喊一边向小白兔家奔去 小白兔 小白兔 你在哪里 找啊 找啊 终于找到了小白兔 她连忙把小白兔抱起来 跑到屋外 小白兔得救了 雪孩子 却浑身水淋淋的 这时候 树林里的小猴子 小山羊 都赶来救火了 都赶来救火了 我一会儿 大家 就把火扑灭了 兔妈妈回来了 激动地说 谢谢大家来救了小白兔 谢谢大家 你 是谁救了小白兔 小冬我们说 真得谢谢她呢 这是 有小白兔的雪孩子 不见了 她已经化成水了 不 雪孩子还在呢 瞧 太阳晒着晒着 她变成了很轻很轻的水气 飞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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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上天空 变成了一朵白云 一朵白云 一朵美丽的白云 这是我的超人妈妈 她也是我们家最厉害的大厨师 也是最美丽的白蚁天使 我的爸爸是个大历士 他可以在平地上照山火神山雷神山 我的爸爸是最酷的马洛天使 他每天24小时在命 会白衣战士们保驾护航 我的妈妈睡着大厨师 他的拿手绝活是拿着大厨把 把街道里每个角落的垃圾都变得无影无踪 我的爸爸是孙悟空 他起着会跑的白宝箱 给人们送菜送粮送口罩 就算每天走十万八千里也不怕 我的交警爸爸是个神奇的大画家 他每天挥舞着双手 不用颜料就能把口罩的样子画在了脸上 我的妈妈是个大明星 她把我的小书桌变成了她的大舞台 每次讲课都会收获一连串的赞 我的爸爸是大家公认的最佳守门员 他从早到晚把手射去大门 不让一个病毒有破门而入的机会 这就是我的爸爸 这就是我的妈妈 他们陪伴着我们长大 也保护帮助着大家 我喜欢我的爸爸 我喜欢我的妈妈 我喜欢我的爸爸 爸爸妈妈 我爱你们 宝贝们 你们喜欢画画吗 有这样一个小女孩 她叫兰兰 她画了一幅画 全家人都喜欢兰兰画的这张画 爸爸刚下班回来 拿起画看了又看 把画贴在了墙上 兰兰兰不明白 问 爸爸 我只是画了自己的小手啊 我有那么多的画 为什么您只贴这一张呢 爸爸说 这胖乎乎的小手 帮我拿过脱鞋呀 妈妈下班回来 看见了画笑着说 这胖乎乎的小手 给我洗过手绢呢 姥姥又从厨房走出来 一眼就看见了画上 红润润的小手说 这胖乎乎的小手 帮我挠过痒痒呢 兰兰明白了 全家人 为什么都喜欢这张画 她高兴的说 等我长大了 小手变成大手 她会帮你们做 更多更多的事情 宝贝们 你们胖乎乎的小手 一定也帮爸爸妈妈 做过很多事情吧 没错 等小手变成了大手 一定会创造出 更多更美好的未来 清清 今天是六月儿童节 你和小伙伴们是不是收到了各种各样的礼物吧 对啊 可是你知道吗 我小时候过节 要是能吃上一块蛋糕 能高兴好几天 一块蛋糕 那不是很普通吗 你说一块蛋糕很普通吗 嗯 那我今天就来给你讲一个千人糕的故事吧 好呀 好呀 我最喜欢听爸爸讲故事了 一天 爸爸对孩子说 今天我们来吃千人糕吧 爸爸 什么是千人糕啊 孩子好奇的问 是需要很多很多人才能做成的糕啊 爸爸回答 孩子想 这糕要是有很多很多人做成 那一定特别大 也许比桌子还大吧 爸爸爸爸 打得住啊 你要说那么大的糕 一定要一千个人才能给它吃完吧 哎呀你不要着急 你接着往下听啊 好呀 爸爸端来了一块糕 那糕看上去跟平时的糕没有什么两样啊 难道它的味道很特别吗 孩子急忙地尝了尝 又笑了 这就是平常吃的米糕嘛 您给我买过 爸爸说是的 这就是平常吃的米糕 可是你知道这米糕是怎么做成的吗 孩子说是把大米磨成粉做的 还加了糖 还加了糖 爸爸说是啊 那大米呢 是由农民种的稻子加工出来的 农民种稻子需要种子 农具肥料还有水 那么糖呢是用这个甘蔗汁甜菜汁熬成的 甘蔗甜菜也要有人种啊 那熬糖的时候呢还需要有工具还得有火 就算这米糕要做好了 还得有人包装送货销售 你说这些又需要很多人的劳动 爸爸拿起面前的糕说 你看一块平平常常的糕 经过很多人的劳动才能够摆在我们的面前 孩子听了爸爸的话 仔细想了想说 爸爸 这糕啊 的确应该叫千人糕 爸爸 这回我也明白 这糕为什么叫千人糕了 嗯 是的 千人糕啊 是由许多许多人用辛勤的劳动换来的 哎 千人我想起来了 我小时候看过一部动画片 叫小猫钓鱼 哇 里面有一首主题歌特别的好听 歌名就叫 劳动追光荣 1935年5月 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 大渡河水流湍急 两岸都是高山峻里 只有一座铁锁桥可以通过 这座铁锁桥就是红军北上 必须要夺取的奴定桥 国民党反动派 早就派了两个团防守河定桥 后来又调了两个旅赶去增援 妄想把我军消灭在桥头上 我军早就看穿了敌人的轨迹 二十八日早上 红四团接到上级的命令 二十九日早晨 夺下卢定桥 时间只剩下二十多个小时 红四团离卢定桥还有二百四十里 敌人的两个旅的援兵 正在对岸向卢定桥行进 抢在敌人的前头 是我军战胜 战胜敌人的关键 晚上七点钟 离卢定桥还有一百一十里 战士们一整天没有顾得上吃饭 天又下起雨来 把他们都淋透了 战胜敌人的决心 使他们忘记了饥饿和疲劳 在漆黑的夜里 他们冒着 踩着泥水继续前进 忽然 对岸出现了无数火把 向一条长蛇 向卢定桥的方向奔去 分明是敌人的增援不足 鸿四团的战士 索性也点起了火把 照亮了道路 跟对岸的敌人赛跑 两支军队就像两条火龙 隔着大渡河走了二三十里 雨越下越马 把两岸的火把都浇灭了 敌人停下来素鸿 鸿四团仍旧摸黑帽里前进 终于在二十九日清晨 赶到了鲁定桥 鲁定桥离水面有好几丈高 有十三根铁链组织 两边各两根算是桥栏 底下并排九根 铺上木板就是桥面 人走在桥上摇摇晃晃 像荡丘牵势 现在连木板也被敌人抽掉 只剩下铁链 向桥下一看 真叫心惊淡汗 红褐色的河水像瀑布一样 从上游的山峡里直卸下来 撞击在岩石上 溅起一丈多高的浪花 掏生震耳欲聋 守城的两个团的敌人 早已在城墙和山坡上 铸好东市 疯狂地向红军喊叫 来吧 看你们飞过来吧 红四团马上发起总攻 号手们吹起冲锋号 枪炮海沙声 煞时间震动山坡 二连里占入图极队 二十二位英俊 拿着短枪背着马刀 戴着手楼袋 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 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 跟在他们后面的三个人 战士们除了武器 每人带一块木板 一边前进 一边扑桥 图极队刚刚冲到对岸 敌人就放弃武器 桥头立刻被大罗包围 在这千军一发的时刻 传来了团长和政委的喊声 同志们 为了党的事业 为了最后的胜利 冲啊 英雄们听到了党的号召 更加奋不顾身 都见一般地穿过熊熊大火 冲进城去 和城里的敌人 激战了两个小时 烧城的敌人被消灭了大半 其余的都狼狈地逃跑 同志们 英勇地夺下了卢定桥 取得了长征中的 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 我们曾经报道过 这样一则特殊的赛事消息 正在挪威举办的 跳绳世界杯大赛上 一个全部是由中国农村孩子 和外来武功子弟组建的 学生跳绳队 一口气狂揽了85枚大赛的金牌 这个消息一传出 孩子们比赛的视频 立刻被大家疯狂地转载 他们教人的战绩 和非一样的速度 被大家誉为 中国跳绳梦之队 和世界最强大腿 而他们的体育老师 兼教练赖先智 也迅速成为了 众人的焦点和偶像 然而大家不知道的是 这位老师在十多年前 刚刚大学毕业 只是为了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来到了广州花都区 花东镇七星小学的时候 迎接他的却是一个 长满了荒草和满是泥巴的操场 那么赖老师和他的学生们 是如何在没有钱 没有场地 又没有器材的条件下 跳绳跳出了校门 跳出了国门 又跳向世界的呢 现在就让我们跟随一部短片 来走进他们的故事 我喜欢看天上的飞机 飞机上的人也一定能看到我 每天一放学 我就会来帮爸妈妈 我在一所农村学校上学 有一天 学校来了一位篮球老师 学校却没有篮球场 他说 要不我们跳绳吧 这是我第一个全新的玩具 我绝不会把它弄丢 我们一起加油 别放弃 来 别哭了 一 二 三 加油 我爱上的感觉 没年了 哎 不年了 教练我们不练了吗 练怎么练呢 啊 出去不要提到了啊 这里的比赛 我们拿了三个第一名 加入跳动队的人也越来越多 我们每天跳段一条爽脚 换了三件衣服 后来我们拿了全国的冠军 再后来 我们让世界认识了我们 你看,他们衣服散散了 是不是天生的星星 跳绳改变命运 梦想成就未来 赖老师和他的学生们 不仅通过跳绳 强身健体增强了信心 也在国旗升起 国歌唱响的那一刻 懂得了所多容易的内涵 让我们为这些坚持梦想 为国争光的师生们点赞 你知道航天员 在太空中怎样生活吗 说起来还挺有趣的 在宇宙飞船里 站着睡觉和躺着睡觉 一样舒服 不过要想睡个安稳觉 航天员必须钻入固定在舱壁上的睡袋里 不然一不小心 就会飘到别处去了 航天员在舱体里移动 主要靠手臂 为了方便航天员 为了方便航天员在舱体中活动 舱壁上安装了很多特质的扶手 平时航天员会依靠这些扶手 或其他设施稳定自己的身体 在宇宙飞船里 在宇宙飞船里是没有办法用普通的杯子喝水的 因为水处于湿重状态 即使把杯子倒过来 水也不会往下流 航天员要想喝到水 得使用一种带吸管的饮水袋 直接把水挤到嘴里 在太空中洗澡 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喷头喷出的水 总是漂浮在空中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科研人员做了一个实验 他们设计了一个密封浴桶 在下面安装吸管 它可以把喷头喷出来的水 朝一个方向吸 洗完澡以后 航天员还要花更长时间 清理身体和浴桶里的水 实在太麻烦了 所以现在航天员通常 只用免洗湿巾擦拭身体 这就简单省事多了 你看太空生活是不是很有趣